《順應潮流》 今集說說革命和社會分化 時光倒流來到1780年的巴黎 來到巴黎皇家宮殿 當初是一個皇府 當那個公爵的後人沒有錢的時候 他想到很出名的辦法 將這個宮殿附近變成商鋪 Clean Car Line的首飾店 成為了當地最高級的零售場所 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即使他是一個宮殿 但他同情共和黨人 所以他將這個區域開放給公共空間使用 讓市民都可以享受這片皇家的土地 而且你在皇家宮殿 可以學習到古時宮殿佈局的一個結構 前面有一個拱狼架一架 才是裡面最主要的花園 可以隔著兩層 等於閒集人都不會來到一邊 不過今天已經是對外開放 所有人都可以在這麼繁忙的巴黎市 找到這個綠洲 這位宮殿也是一個傳奇 雖然有皇室血統 但他主張廢除封建制度 仿後英國的君主立憲 去到後期更加親身加入革命政黨 他開放這裡做商場 除了收租之外 也提供一個聚腳點 讓革命黨人可以商討 如何謀反 而又不需要擔心被追捕 畢竟他還有皇室血統 巴黎警察是無權進入這宗宮殿去抓人 但很可惜法國大革命到後期 法國大革命去到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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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大革命都把他殺了 說到這裡 都猜到法國大革命為何失敗 就是因為被激將派騎劫了整個活動 市民就支持君主服辟 但就不是擁立先皇上的兒子 而是這位公雀的兒子做皇帝 因為保皇黨和溫和革命派都很懷戀這位公雀 聽到這裡總算是善有善報了 昔日的貴族開放公共空間 讓自己獻得更親民 今天的LV家族也在做同一件事 這個Louis Vuitton Foundation 是Frank Gary的作品 我最初是不太喜歡Frank Gary 因為他是食路本 把所有大廈扭曲 他就說這是一個藝術 但扭曲完之後的效果是粗獷 而是優雅的 他自從開了紐約的X-Bow Street 雲殘街8號 我才對他改觀 Zoom近去看 Louis Vuitton Foundation 將Frank Gary Signature 的曲線 Break down 成為一塊塊的玻璃幕牆 凌空 傷在建築的表面 如果他用白色就能夠 承受到這個線條 同時他外面的外牆 邊緣是傷了一些木板 harmonize 了他的曲線 令他不會有一個很刺眼的印象 Frank Gary 在很多訪問裡 都沒有說他的靈感是什麼 有些人說像是一艘船 有些人說像是一隻鯨魚 我覺得像是魚多像船 魚就有鄰田 這些一塊塊的玻璃鋼 加上前面真的有個水池 就很合理了 鏡頭一轉來到法國大革命的Day 1 巴黎市民公佔了巴士尼監獄 一直由巴黎打到凡爾賽宮 而是捉到皇帝皇后 上去集潔和廣場 就把他們解決了 當那群革命黨獲得權力之後 自己變成了另一個獨裁者 在二月政變 雅各賓政變 向場都是死了很多人 也都證明民粹政治 絕對是沒有好結果的 作為法國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的地方 連那些地鐵站的裝飾 都是以革命為主題的 這個應該就是瑪麗安皇后 就是當年說 市民沒有麵包吃 為何不吃蛋糕的那個金句 好一個人沒有麵包 為何不吃蛋糕 一般人聽完之後 會覺得他很離地 我聽完之後 只是覺得很餓 只怕你介紹一款 介乎麵包和蛋糕之間的甜品 Eclair 自從香港分店收拾了之後 調理包來才吃到 還有大大間Eclair Cafe 以後你等我車的時候 就可以順便叫東西吃 好了 又到試食的時間了 Eclair De Genie 這個好的泡芙 它的餅皮是彈牙的 然後捏它 你會看到一些汁液 介乎流出來 與不流出來之間 很有口感 你看到有很多小小的洞 就是令它一個很彈牙的秘密 先試一下巧克力味 它上面有很厚的巧克力漿 下面那個巧克力霜 兩種不同的質感 一個濃 一個滑 恰到好處 其實甜品是過場 回到今集的主題 要尋找法國大革命的成果 都不得不提 National Assembly 也就是國民議院 過了法國大革命之後 革命黨人 怎樣可以走進政制 施展管治權的地方 去到National Assembly的門口 剛巧有一個 Grand Revolution的展覽 不過我嫌太血腥了 畢竟最後革命黨也是搞到一盒普手牆 所以就沒有位進去 在對面岸 有一座跟它雙包胎的建築 就是馬特蓮勒教堂 為了等對面National Assembly 隔著橋 都可以有相對應的建築物 它也是採用了這個新古典主義的設計 被這陣子把握著 去到王朝的末期 六月十六皇帝 就打算建造一個大教堂 幫自己祈禱 王位不會這麼快完結 大教堂還沒建好 六月十六已經被人送上頭台了 到教堂建好的時候 已經改朝換代 連革命黨自己都被推翻 因此壁畫上 是feature下一任君主 拿破崙的樣子 一連串的拱頂 其實更加接近 意大利式的教堂設計 而兩側一系列的柱 將整個空間壓迫成為一個長方形 令你不覺得它是由幾個拱頂組成 而是一個整體的空間 另一樣很有名的 就是它的雙層巨型管風琴 現在的背景音樂 並不是網上的配樂 而是這部琴現場彈奏的錄音 新古典主義建築 旁邊是沒有東西的 就像對面的National Assembly 但這裡也很嚴謹地 用了同樣的柱子 在旁邊的一欄 因此這個教堂 無論你從任何方向看 它的外形都很一致 最後有人結婚 我們就不要走過去打擾他們了 農民除了會推翻政府之外 另一個貢獻就是將便宜價食材 昇華至今天的法國菜 雖然最初農民吃蝸牛 是貪它夠方便 因為它到處煎灑的時候 就會捉一些蝸牛 讓它自己繁殖 肚餓的時候就拿出來 那今天法國人 就將它以免成為好好的美食 今天叫了兩款 一款大一款小蝸牛 小那隻用蒜蓉醃過 再加一些藍芝士去焗 蝸牛就是再煮一點 那麼有層次的濃味 至於大那隻是海艷金箔蝸牛 是有魚香 我吞了之後跟你說話的時候 我感覺到 海鹽帶著蝸牛的香味 在喉嚨裡散發出來 所以要感謝農民 越無錢的情況 越能夠激發他們的創意 煮到好的菜式 既然貧富懸殊引發法國大革命 那今天他們又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呢 人家說第19區 是巴黎最危險的地方 因為法國政府把所有移民都放在第19區 所以我今天就帶大家來體驗一下 究竟是不是很危險呢 在這裡閘眼下去 果然近乎沒有白人 但又不覺得很恐怖 這邊還有一個看落活動 是跳舞 是懷疑之來的 白人抱著黑人 黑人抱著阿拉伯 是一個很和平很共融的畫面 直揚西夏沿著一條萊維特雲河走 全部都是休息的設施 這棟這麼有現代氣息 就是巴黎科學館 由那個博物館的球狀 試是原料儲存庫畫 作為一個科學館 所以一切都用一個很結構主義的裝修 都希望讓你看到它的力學和物理 然後你看到這個紅色的建築物 像一個碼頭上面的crane 原來是一些小小的辦公室 來貫徹這個公園 工廠主題的特色 看完這個這麼舒服的公園 處於最集團的第19區 但我仍然覺得附近種族很共融 很有愛 近幾年歐洲又恐襲又難民潮 可能我們世界就是需要多一點包容 再加一個好的環境去frame著這一切 那你就會活得很好的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是Frederick 下一集再見 拜拜